字幕志愿者 赶紧停下來 上前實施CPR 當時這名婦人就是獨自走在新北市樹林 家園路的這個巷子裡 前兩次她昏倒的時候 都有自己再站起來 不過最後一次到這個路口 她疑似就是身體太不舒服 而昏迷過去 路口監視器畫面上就能看到 婦人因為身體不適 極度停下腳步 甚至還一度倒在路中 五號上午十點多 這名五十歲的婦人 走在新北市樹林家園路一段巷內 卻突然昏迷撞地 還好有她的出現救回一命 身穿銀光黃色的民眾 就是一名護理師 發揮專業救回寶貴生命 家屬事後也特別回到派出所 向遠景致謝 也在臉書上PO文尋找護理師 寫下雖然未必找得到 但會永遠感恩她 也表示婦人目前的狀況 已經穩定下來 臉書中英倫眾宣新北市採訪報導 今晚衡信長 朝二次 昨到晚衡信長 我終於震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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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於震撞了